近来,两则关于丁东买菜的新闻引人瞩目 一则是其创始人梁昌龄登上了2020年度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光荣榜 成为退役军人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标杆 另一则是丁东买菜宣布完成7亿美元的地轮融资 是迄今为止生鲜即时零售赛道颇为亮眼的一笔融资 创立丁东买菜四年多 军人出身的梁昌龄终于将卖菜这件事做到了极致 上海是一个特别包容的城市 也特别年轻人特别多的城市 年轻家庭很多 大家首先希望说消费升级 我希望吃得好,吃得有变化 第二点就是说很多白领其实上班挺忙的 当他回到家的时候菜场已经关门了 还有有些新的社区其实没有那么配套的地方 大家希望说你能够送到家 那么这两点我觉得都是机会 一个是大家希望吃得好 大家希望更便捷 靠谱,让丁东买菜成为生鲜电商赛道的一匹黑马 走出上海,进入全国近30个主流城市 实现了一线城市的全网覆盖 附设服务用户数量达到2500万 让美好的食材像自来水一样触手可得 普惠万众,再成为现实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以深扎名声的丁东买菜 2月的单月营收超过12亿元 创造了业内的一个奇迹 当年销售额达到140亿元 较前一年增长了180% 在梁长林看来 疫情期间,上海既是丁东买菜 迅速行动的护航者 上海是一个比较法制化 管理比较严格的一个城市 但当我们创新的时候 政府也给予包容态度 一方面会监管 另一方面不要在这个模式上去纠结 你到底是什么 该怎么办证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看到了上海市既严谨 既对民生负责 同时也对创新包容 拥抱变化 拥抱创新这样的一种态度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梁长林认为 当前上海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将不断提升信息基础设施能级 和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 这对丁东买菜来说 是更大的创新空间 更多的发展机遇 梁长林说 期待能够借助上海全面推进 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机遇 努力长成一棵大树 充分发挥自身数字化的优势 全力做好传统生鲜行业 梁长林坦言 卖菜也是高科技行业 生鲜数字化是生鲜电商的基础设施 也是丁东买菜一直聚焦的重点课题 目前 丁东买菜正加大投入 自主研发智能生鲜供应链系统 推动传统生鲜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 进一步赋能上游农业 国家提出乡村振兴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特别大的机会 我们会做很多投入来做这个事情 甚至在种子 在饲料 在肥料 上面都会做一些投入 其实我们创业一个初心 是让大家吃到健康的菜 是吧 我觉得支持 现在的养殖业 现在种植业 都有大有作为 那么在这块投入会比较大 我们也希望 能有更多优秀人加入我们 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件特别有意义的大事业 那么这一块是我们这个发展的方向